2020年10月9日,织女星,伊沃,快速发生了变化,传导Sharon Stewart。 现在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几乎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改变,这简直是在按小时进行的变化。 我现在坐在这里,感觉就像我不是今天早上起床的那个我了,天哪! 伊沃,我感觉我正在以微秒为单位在改变,这些下载速度相当的快,而且是非常激烈的,我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有时我都不认识自己了。 伊沃,亲爱的,你正在经历的一切都在为下一步做准备,这句话是用于所有人,因为你们的生活是一个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并向前迈进的过程。 你现在看到它是线性的,那就让它这样吧,有时你认为自己受到了挫折,但如果处理得当,这些挫折很可能是对你很有利的。 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倒退了?因为你的时间轴不是线性的,你实际上已经回到了另一个现在的时间,这就是循环。 如果你的时间轴是循环的,你仍然可以遇到那些正在前进的人,然而你正在重新开始这一堂人生课程。 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把自己抛在了身后,这就是原因,你处于时间的循环中,必须通过充分改变自己来摆脱自己。 对你来说,这相当于意识能够本末倒置,而不必重新捏合循环。 我,哈哈哈哈,就像约翰,烈农的歌曲Starting Over一样,你正在从头开始,你正在重新开始自己的时间线, 你只是在一堂人生课上的现在时刻,也许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或者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终老。 但是,你是从你的时间线开始的,时间是量子的,不是线性的,但我们更倾向于把所有量子面向解释为只是情绪状态。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再次感觉自己像个孩子,或者再次感觉第一次坠入爱河,我们中有多少人在设法治愈某些疾病时,回顾了我们的童年,去找出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时间线,你在其中跳来跳去,以了解如何帮助自己摆脱问题并把它抛之脑后。 E我,我可能要补充一下,亲爱的,摆脱循环是很重要的。 循环由三维构成,以使你沉迷于过去的时光。 你隔壁试图建立三维性关系的邻居就是一个例子,不要回到时间循环中去,因为它会以多种方式使你陷入困境。 我,它是我的历史,不是一个谜。 哈哈哈哈,为了学习课程,你需要重新回到起点。 当你意识到提高频率并从中摆脱出来所需要的一切时,你就离开循环了。 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了解量子时间并通过频率来达成。 你不使用频率,所以你不断重复相同的情况,不断吸引相同的情况,直到可以脱离循环位置。 你最近才意识到,与不听劝说又认为你疯了的家庭成员争论,与试图跟你发生性关系的邻居争论,与试图给你灌输宗教理念并让加入他们的团体的宗教狂热者争论, 与想你也一起成为受害者的互相依赖的女性争论,以及与企图统治和征服你的罪恨争论,这些都带,表了你可以进入的过去循环,但你现在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 因此,在你看来,你已经无法再次进入较低维度的关系了,但是你实际上非常成功的,因为你已经学会这些课程,并且知道这些关系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你已经摆脱了循环,你不断进去,在夜间观察太空飞船,引导大众,并共同构想我们的未来,这些不是想我循环,它们是你表达的灵魂目标。 我会说,你在处理周围的三维面向做得很好,你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失败,你一点都不失败。 你并不是没有爱的人,因为与人交往,就会把你们俩囚禁在地狱中,实际上,你是不可阻挡的,地球人的生活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历史重演。 当你不从中学习到什么时,这个规则就会执行,但是,他为黑暗存有创造了很多虚荣,这是唯一一群因陷入困境而受益的人。 至于那个不理解我书中信息的人,你看不到即将爆发的内战吗? 如果这场内战不在你的时间线中,那么你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并且可以避免这些后果。 你还有其他现实正在同步发生,你正在时间线上不断地跳跃,有一天,你会体验到许多恐怖和厄运的信息, 其他的日子,你会体验到明亮和简洁的信息,其他的日子,你会体验休息,没有特别重要的消息,这些就是你的时间线。 当你错过了令人津津乐道的新闻时,例如Sharon的朋友给他发消息,要求他告知他对特朗普所说的马拉松结束有什么理解, 这是因为你在集体的另一个领域工作住。 时间线就是这样工作的,当你集中精力时,你会专注于时间线,并把你的光明或恐惧发送给时间线。 亲爱的灵魂,你必须了解,当你处于恐怖和厄运的时间线时,也许你是听说了在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火,或者是在听说波特兰被一位平地和BLM骚乱时,你正在这些时间线上,因为你要去影响他们,你会选择如何去影响他们呢? 你是会为自己担心,也许这些时间线会压倒你的城市呢?还是会把爱传递给这些城市和这些城市的人们,来帮助他们提高频率并制止骚乱呢? 这与你碰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你为了制止他们而做些什么有关。 这就是你的力量,不是生活发生在你身上,而是你在影响并创造着生活。 你看到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你可以为他们增添爱和光。 你为什么会认为深度状态会使某些事件不会发生? 为什么有些事件已经被完全忽略了,但它仍旧发生? 因为他们意识到你们通常都不是心灵感应者,并且如果你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发生的话,就没有其他办法学习和影响这些事物了。 是的,因此,你们自己拥有自己的新闻网络,那就是处于深度审查和渗透的深层状态。 它可以让你随时了解情况,以便继续把圣光传播到你认为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情况中去。 我,就像多人冥想一样,我们会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发送光来帮助他们。 一握,完全正确,亲爱的,但是你了解的这些事件或有需要的人,例如现在的孩子,你只是单纯地意识到而已,你必须把频率添加到这个集体的那个部分,把那个部分的频率提高起来才行。 如果你害怕,你就会向他们发送恐惧。 所以,不要害怕,你对事件的反应完全是你自己选择的,这是因为你就是造物主。 对于那些不喜欢我们书中信息的人,你现在需要了解什么呢?你会如何选择去影响这些潜在事件呢? 你为什么要叫我发送这些消息?你们有一句话叫不战来时,而我就是那个现实。 现在,你会如何选择去为你在集体中的那部分负责呢? 你会如何选择去影响这些情况呢? 我,谢谢,伊沃,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没有责任向你们解释这些事情,由你们决定要对他们做什么? 如果你们选择离开Saron和伊沃并忽略这些消息,那么这就是你们的选择,祝你们一切顺利。 如果你们选择把自己的爱注入到集体中以防止内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爱,这取决于你们,而不是我。 家人们啊,就像我不断指出的那样,我已经开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步伐在工作,这是一种你们可能感觉不舒服的步伐。 我认为向你们解释我书中内容不是我的工作,尤其是当你们向我发送充满愤怒的邮件时,谈到了我更希望摆脱循环。 正如伊沃所说,事实并非如此,决定要做什么是你的工作,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了解更多,那么你就进入你的内在去获取你个人的答案。 这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每天我都会发现旧的思维方式正在被粉碎,以及是灵魂对我说的话。 伊沃,正如我所说,亲爱的,你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建立联系,而不是成为我的学生,不是我去指导你,而是你要变得跟我们一样。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叫它外星人思维,我,谢谢,伊沃,伊沃,提安尼尔,你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星球上,很难告诉周围的人要怎么去做,但是,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爱与尊重的基础上,而是属于掌权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你会从中收获到什么呢? 不会收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收获,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是的,要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会真正得到你的帮助吗? 我,这些都是艰难的选择,伊沃,但是我们正在教你用我们的思维去看待这些问题,亲爱的。